台东县政府在太平溪右岸 推动重骨一路通的计划 目前中华路峰里桥道 临海路新峰里桥段 即将在3月底前完工 县长饶庆林2号的下午 特别前往视察了解工程的进度 也期待这个路段完工通车之后 能够为峰戎里的居民 带来便捷的交通 虽然目前还是一片施工状态 不过备受东海国宅周边居民的期待 通车后将带给居民更方便的交通 分为三个大主轴 第一个交通 第二个安全 第三个清净水 在交通方面 我们希望以我们的一个太平溪的太平桥 到我们的一个丰热桥 我们希望以我们台东北南一路通的计划 打通我们台9线到台11线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个整个一路通的计划 所以我们希望借由我们太平溪右岸的部分 贯穿出来可以疏解整个交通的流量 丰热里是台东市人口最多的里 周边的交通期待提升 县府特别在太平溪右岸进行一路通的计划 县长饶庆林为了了解一路通的施工进度 2号下午特别前往东海国宅后方的路段 听取承办单位的简报 并实际了解通车的骑程 在我们去年初开通东49之一 就俗称的路提供购之后 很多的民众都觉得 哇原来这个路开通之后 对整个交通这么有帮助 所以我们从去年其实开始就要求建设处 除了路提供购那一边之外 我们在太平溪的右岸我们也希望同时 也把北南乡跟台东市 北南台东呢 这个两个最大的乡镇市能够做一个一路通的计划 那这当中分了四个标案 那当中有两个标案目前还在提计划当中 全长将近9.5公里 那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是四个标案当中的一个标案 那我们用完全是用县政府自己的经费3000多万 来做大概600多公尺的一条道路 也就是大家看到我身后的风里桥 然后一直到我们临海路这一段 短短600多公尺 但是我们即刻先做 希望能够很快的让我们东海国家的民众知道 当这个道路做起来之后 对整个居民的清水设施以及未来整个台东北南一路通 台东县政府是最有非常的有决心 希望第一个能够改善我们市区 丰隆里这么大的一个市中心的这个交通永色的状况 那再来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清水设施 以及台东更多的步道空间 我在这里非常感谢我们县府的协力伙伴 我们的工班以及我们的协力厂商 都是非常尽全力的在为我们在努力在加班中 那公安非常的注意 那也在所有的过程当中 跟我们在地的居民都是做非常好的沟通 再次谢谢他们 那也希望我们很快的在明年底前 就能把我们这个重要的台东北南一路通 来跟各位做一个完整的呈现 本路段预计在三月底前完工通车 县长饶清林也期待未来 能够有效疏解丰隆里的交通 让居民有更便捷的连外道路 记者潘俊伟台东市报导